爹爹 哎呀 买了两斤多的排骨 今天打算来红烧 喝着土豆 还有香菇一起来烧 现在把排骨洗几遍 把里面的血水洗出来 洗好的排骨下锅烧一下水 来一点料酒 排骨煮个两三分钟 把它捞出来 来切一点葱姜蒜 切一点香菇 锅里来一点油 来两勺豆瓣酱 来一点香料 香辣椒 葱 香蒜 再来一点火鱼料 料炒香后下排饼 来一点老生酱油 来一点老生酱油 生抽酱油 排骨炒个两三分钟 下香菇 包一炒一下两分钟 这分一个大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现在来把土豆弄出来 土豆切成块 香菜 再来切一点尖椒 再来切一点尖椒 排骨炖了有大半个小时了 现在下土豆 好了 土豆已经成了 下尖椒 开炒一下就出锅 炒一下 香菜 香菜 烫 炒一下 我吃了 这排骨都得稀烂 烫 这排骨都得稀烂 今天没有这米饭 就叫他买了两个馒头和两个包子 今天晚上就用包子和馒头 来炒一个盛高排骨 用馒头炸了一点烧排骨的汤汁 应该会很好吃 其实还可以 很简单 鸡蛋 打烊 鸡蛋 鸡蛋 中火 好吧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